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春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間大漲 那到底這個盤是不是開始要走攻擊了 那尤其昨天公佈CPI嘛 對不對 通膨指數嘛 是不是沒有通膨了 如果沒有通膨這盤一定都是一路往上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去看這個盤 好 待會兒我慢慢跟你做分析 好不好 我們來仔細看 今天指數漲得不錯 指數開高震盪走高 最高漲205點 那目前大漲也接近200點 對不對 今天一根炒紅棒 你看 一根炒紅棒 台北股市跌了千點之後 它半年線這邊盪了好久 差不多快一個月了 對不對 那今天又漲起來 那是不是代表說底部就是進了 然後這個盤要開始一路走攻擊 是不是開始走攻擊 好 我們來仔細看 其實我在分析這種盤式的時候 你看我節目 除非你是今天才看 其實你看我節目稍微看個幾天 你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是從國際金融的角度 我們來去看這個盤 對不對 那這種盤式有的時候 你要了解說到底這個盤 它現在到底從國際金融裡面去看 它是多還是空嗎 因為這關係到什麼 你這裡是要買還是要賣嗎 因為大家都想賺錢 那總不能說跌了千點下來 你每天買每天買每天買 那一定是賠錢的啊 是吧 所以呢盤式怎麼看 我們還是先從國際金融裡面 來去做推交好不好 我們來看 因為昨天公布CPI嘛 那我先拿新聞給你看 這新聞的標題是寫的 美國八月核心CPI加速成長 聯準會今年可能再次升息 標題是這麼寫喔 可能會再次升息喔 然後呢 另外一篇文章就寫 即使痛膨回溫 交易員仍認為 聯準會的升息就告此 到此告一段路 有沒有 你看喔 兩個標題不一樣喔 一個是要再升息啊 一個是說不會升息啊 那到底會升還是不升 有沒有發現 整個市場現在對於未來升不升息 很分歧啊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現象 好 各位 我們注意看啊 其實我們從昨天CPI公布出來之後 你從那個內容裡面來看 其實大家在各自解讀啦 什麼叫各自解讀 好像很有趣喔 你注意看喔 美國勞動部 週三昨天公布了 8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你從年增來看喔 年增3.7% 那前值在3.2%嘛 那代表說CPI有增加嘛 3.7%嘛 然後前值3.2% 對不對 好 重點我們來看核心CPI啦 核心CPI是扣除 食品跟能源嘛 就石油的成本嘛 那結果呢 CPI年增4.3% 然後呢 低於前值4.7% 這代表什麼 你從年跟年的那個比較來看啊 CPI還是增溫 但是呢核心CPI的增幅呢 它縮小 因為來到4.3嘛 前值4.7 對不對 好 這是年增的部分 我們再仔細看 如果你從月增來看啊 就跟上個月比啊 8月的CPI成長0.6% 創下2022年6月以來最大的增幅 現在是2023年的9月嘛 從去年6月以來最大增幅 高於前值的0.2% 有沒有 前值0.2%喔 結果8月成長0.6% 成長3倍 為什麼會成長3倍 因為 汽油的價格在8月成長超過一成嘛 是主要推手 好 我們再來看核心CPI 核心CPI的月 就是月成長0.3% 為6個月來首次加速成長 高於市場預期的0.2% 這凸顯什麼 物價壓力人在 對不對 好 那我問問各位啊 到底有沒有通膨嗎 你從年增跟月增來看 CPI都是增壓的 那月增增壓更多增壓三倍 對不對 但是你去解讀那個核心CPI 你就會發現怎麼會有差異 因為你從年增來看嘛 他年增4.3%嘛 然後呢 低於前值的4.7%嘛 看起來好像核心CPI有下降 可是你從月增來看的話 結果呢 月增啊 6個月以來首次加速成長 0.3% 前值0.2% 有沒有 那我問你啊 到底生不生息 所以現在整個市場就是說 你去看年增的認為說不會生息 你去看月增的認為說這個通膨就是上來啦 所以他就是要生息 那到底通膨有沒有上來嘛 各位你會發現到 現在問題的增結點就在核心CPI嘛 那你核心CPI是扣除食品跟能源的成本嘛 對不對 所以呢 CPI為什麼會上去 它跟整個油價的走勢是有很大的關係啊 所以呢接下來到底有沒有通膨 通膨會不會再起來 你看油價都知道啦 昨天的油價幾乎收平盤啊 跌0.2% 它現在的位置在91.8左右嘛 還是一樣啊 繼續創今年新高啊 那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啊 到年底之前 俄羅斯跟沙烏地阿拉伯就減產到年底 那美國的原油庫存它創一年以來的新低啊 所以我問你嘛 你覺得油價會再上嗎 你說啊這裡油價說高點 那通膨大山就在這裡就是高點 那如果說油價還會再漲 所以大家認為那100 我認為那100應該只是時間的問題 所以呢你油價再漲 你還是會把那個CPI往上帶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從油價的角度來看 你敢說通膨結束了嗎 很難講嘛 對不對 因為這個油價還有機會上看100元 OK好那再來 美國昨天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啊 因為目前市場對於整個9月就下個禮拜嘛 9月升不升息這個問題啊 我這幾天有跟大家講過 照理說應該不升的機率比較大 對不對 好所以呢 10年期公債殖利率呢 它就開始呢出現震盪嘛 轉跌0.8%嘛 收在4.26左右了 收在4.26左右 好那各位 這個東西我在前幾天我就跟各位講過啦 我說啦 現在討厭的是在哪裡 9月13號已經公佈CPI嘛 那接下來9月20號呢 應該是不升息的機率 目前市場都認為不升息機率比較大嘛 對不對 可是現在問題就來了 那你9月不升息 接下來11月升不升息 11月1號有輪會議嘛 那你12月13號到底升不升息 有沒有 那現在變數還很大啊 為什麼 因為油價目前看起來它不會結束啊 上看百元應該是遲早的事情啊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9月不升息 會把事情複雜化 因為你接下來呢 你11月12月升息的機率還是佔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9月不升息的話 我說公債殖利率啊 它就開始維持在區間了啦 它就開始維持在區間了啦 有沒有 因為接下來11月還是有機會啊 所以它跌不下來啊 那跟你耗很久啊 然後呢再來 這又牽扯到什麼 你有看到美元大跌嗎 沒有啊 那美元也在那邊跟你耗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到底這個盤走到這裡 你會說 老師那現在怎麼辦 那到底升不升息 那現在到底 我們要怎麼去解讀這個盤 好 我們來仔細看齁 很多重點 我有跟大家說過喔 如果你今天有 你沒有空 你可能要上班或幹嘛 你沒有時間看節目 那都沒有關係啊 很多時候能夠把整個 邏輯性的推演 我都會寫在這個Line Edge裡面 好你看齁 我們今天盤中的時候 我怎麼跟你講 升不升息的問題 現在要如何解讀嗎 現在卡在哪裡你看齁 今天晚上 第一個今天晚上就要公佈PPI嘛 就是生產者的物價指數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跟生產者的成本有關啊 如果說今天生產者物價指數呢 還是漲 那就代表著說 你生產者的成本是提高的 當你一提高之後呢 你那個漲價的部分 會移轉到消費者身上 所以說這對整個通膨能不能降溫 那現在還有變數喔 看今天晚上的PPI嘛 好那再來 還有一個重點在哪裡 那現在市場會等什麼 下個禮拜20號嘛 你看齁 現在已經公佈了CPI嘛 今天晚上要公佈PPI嘛 9月20號是聯準會會議嘛 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大家會等什麼 好你不生息 那你對未來生不生息 你對未來的通膨你現在是怎麼看 所以大家會等9月20號之後的會後 就是那個會議之後的記者會 對不對 好所以呢 接下來9月20號 那到底聯準會會怎麼看 那除了這個之外 最重要是什麼 下一次會議就在11月1號嘛 10月沒有會議嘛 對不對 但是呢 10月12號的CPI啊 應該就是生不生息的關鍵 為什麼 因為你這次CPI 我們這麼講啦 你從年徵來看 或者是月徵來看CPI都是上去的 但是核心CPI這個東西呢 從年徵跟月徵可能有點差異 對不對 那你現在整個油價它下不來啊 如果你在這段期間裡面 尤其9個月份 你油價還繼續在漲 那我問你嘛 10月12號 這一天晚上要公佈CPI啊 如果說CPI呢 它沒有降反而又在漲 那我問你嘛 11月1號有沒有機會生息 有沒有機會生息 這機率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問題卡在哪裡 你看齁 我們剛剛說嘛 一個是今天晚上 一個是下個禮拜的20號 那你11月1號之前啊 還有一個10月12號的CPI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以這個盤來看啊 它現在比較討厭在哪裡 就是你要花時間 你現在沒有辦法馬上就決定了 所以那個時間要跟你耗很久啊 當然耗很久的時候就很討厭啊 所以呢這個盤怎麼看 我就說啊 通膜危機並沒有解除啊 啊現在呢 只是時間延後而已啊 所以這盤是不是要大漲 我跟你講現在問題還很多齁 我們來仔細看齁 什麼跟它的風險 什麼跟它的風險 我那時候就有說啊 美股會不會有頭肩頂的形態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仔細看齁 昨天美國科技股有動啊 現在是動在這裡 好像也是停在這裡啊 那我剛看了一下 因為我上節目之前 我看了一下那個期貨盤 就小漲而已啊 好那到底會不會大漲 我們再拭目以待啦 那目前為止呢 高科技股是這樣 廢人半導體呢 現在也是這樣 對啊 它並沒有讓你看到什麼 這個頭肩頂的形態化解 要怎麼化解 現在不是過錢 不是說來到錢高 你這地方來到錢高之後 你還要過去喔 否則來到這地方好 就算你彈起來好了 來到錢高你又可以下來 還是優先啊 對還是優先啊 如果說後面等到10月份 再公佈9月份的CPI 還是上去的話 那個危機沒有解除啊 你懂我意思啊 好那我們現在怎麼看嘛 那到底這個地方 它有沒有機會突破前高 然後再往前高去挑戰 我有跟魏講過啊 你這個頭肩頂形態 到底會不會完成 我們要看什麼 全資股啊 是不是全資股啊怎麼看 你看喔 這是輝達嘛 輝達昨天漲1.3% 對不對 哇 終於漲起來 今天AI反彈了 對不對 好 大家會很高興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高興 我稍微舉個例子 我等一下會再講 今天最強的是威勝嘛 今天漲停滿了 如果你昨天有買 你前天有買 你今天應該是賺錢的啦 問題是 你前面買的到今天為止 你還是在等解套而已啊 沒錯嘛 你還是在等解套而已啊 而且這種呢 這兩天創新低 我說句實話 敢買的人也不多啦 嚇都嚇死了 怎麼會買 那到現在為止 今天漲停了 你也討不到便宜啊 都在等解套 對不對 那NVIDIA呢 昨天漲1%多嘛 現在收在454.8 你看昨天也是這樣說喔 他現在來到季線的位置區呢 是447.7嘛 差多少 差7塊 所以呢 你說這個地方他化解 破季線的危機沒有 沒有看到喔 有沒有 如果說這破季線 這上面都是他老蟲馬區啊 對吧 好我們再仔細看嘛 我都拿大型的個股給你看 我們先來看嘛 美股到底化解那個頭肩頂沒有 AMD昨天漲2%嘛 那現在一樣啊 到現在為止 上面套牢的籌碼區都還沒突破啊 之前的博通呢 裁測不如預期之後跌下來嘛 昨天漲多少 昨天漲1% 可是量縮啊 這邊看一下啦 量縮嘛 對不對 這個套牢頭馬區化解了沒有 目前看不到 是不是 這樣仔細看喔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啊 有一檔AI標股叫C3AI嘛 那時候公佈財報之後說要 油虧轉營要等很久 當天跌2成啊 是不是 昨天的土昨天還在跌啊 昨天跌1%多啊 說在27.7啊 他這波跌下來的低點在27.6啊 差一點點 如果再漲不上去再跌呢 再衝破亂低點啊 那你說美國股市的AI轉強沒有 沒看到 我真的沒看到啊 他沒有轉強 你說台北股市的AI轉強嗎 你稍微思考一下啦 昨天的蘋果 再跌1.1%啊 收在174.2啊 現在來到這裡啊 前跌多少 前跌173.5啊 差不到一塊 那你說 這裡轉強了嗎 看不到啊 是不是 所以我說危機都沒有解除啊 所以危機沒有解除啊 現在問題就是說 他要跟你耗那個時間嘛 因為大家都在等那個CBI 到底你真的通膨怎麼樣嘛 昨天公佈出來的答案呢 看年真的說不會生息 看月真的跟你講說你通膨還是漲啊 你月增三倍啊 所以你有把握說 11月不會生息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把握啦 我是認為 11月生息機率還是在啊 因為9月 原本市場的預期不太會生息 這是合理的啊 那現在面臨到這個問題 我說現在是時間延後 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做 好 各位我們仔細看 我的那個Light Edge 今天有寫得很清楚 我把它找出來 在這裡 好 我們仔細看啊 從以上內容來看 市場還是需要等待後續的數據 才能夠確定生不生息嘛 對不對 所以股市應該會在這個地方 維持忽漲忽跌的走勢啊 它會開始跟你走虛間 所以如果盤踢還要走一段時間 那這裡是不是要做多 要不要做多 現在耗時間啊 現在還有一段時間啊 它可能會慢慢跟你走震盪啊 那我的答案是這樣啦 今天早上我們就把空單獲利回補 保持空手 那至於是不是要做多 我說我這兩天我觀察一下 我們不是帶會員亂做 所以今天的盤是呢 我今天一大早 8點417分 我說昨天公佈CPI通膨有增溫啊 但核西CPI年增跟月增的數據 稍微有不同嘛 市場對於11月生不生息各自解讀啦 所以會不會再升息的問題 需要等待後續的數據 才能夠比較清楚 但這幾天喔 但這要花時間去印證 所以股市預計會有一段時間走區間忽漲忽跌 是否要做多 我說這兩天老師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那是否有資金避風港 可以讓會員安全的低接 然後穩健的獲利標的 我思考一下 有沒有 所以咧 怎麼做 我不會跟你亂拗啦 很好拗的 反正就賺錢 補一補就好啦 那要花做多 我這兩天看一下嘛 如果說這盤可以稍微比較穩一點 他就跟你維持區間的話 我再去找資金避風港不就很好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看啦 我今天沒時間把它做土啦 我直接給你看 9點07分齊紅回補嘛 獲利回補 9點03分見準回補嘛 9點02分秦城回補嘛 9點01分 尾創空擔獲利回補嘛 有沒有 那今天10點半左右的時候 我把華琴啊 他創低點嘛 今天也空擔回補啊 有沒有 你看嘛 啊空一空嗎 跌下來回補啊 你看喔 空一空回補嘛 找盤的時候就把它回補啊 還有4分 好來見準 高檔空完之後呢 也是回補啊 秦城 空兩次嘛 跌停板又下來的時候 我今天也把它回補啊 齊紅呢 高檔空的時候一跌下來 我們來看嘛 今天早上呢 也把它補一補嘛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空手 他說老師要不要做多 我說我這兩天我們看一下 因為到現在為止你不用急啊 為什麼你繼續看嘛 我們剛剛說啊 你從美國股市的AI概念個股來看 細商AI再跌一塊就創破斷低點 其他的也都沒有上去啊 那今天AI漲起來的時候 我知道啦 很多人會想說 哇AI要大漲 我說大不大漲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就跟他講啊 你有賺錢嗎 你如果說買在高點的到現在為止 你還是在等解套啊 你看嘛這些AI的個股嘛 你買在高點現在都還在等解套啊 我剛剛就說啦 2388的衛生間漲停啊 昨天你買嘛 前天你買嘛 你現在都賺 那沒話講 可是我認為啊 會買的人不多啦 你還有那麼多錢嗎 真的啊 你還有那麼多錢嗎 好我不知道啦 可能你很有錢 那我前兩天就輸過了嘛 你很有錢 你認為說 未來這幾年都很好 沒有關係你就繼續買 真的啊 你也不用去參加投顧啊 但是你要撐住啊 你不能停損啊 停損會被人家笑 這難怪就等於賣到最低點啊 所以你就盡量買啊 到現在為止 你說這裡是大賺嗎 你自己看嘛 是不是大賺嘛 圖形就告訴你了嘛 這AI的個股反彈啊 你這樣子下來你是大賺嗎 今天尾串也上來啊 啊這樣子你是大賺嗎 我是不知道啦 如果你前面買的到現在為止你怎麼賺 還不在等是不是 那見準啊 如果你前面買的到現在為止 你是大賺嗎 也是沒有嘛 其實現在這種問題啊 不是說只有AI的問題而已啊 各位 問題發生在哪裡 每次那個低檔你都不會買 等到漲上來之後 你把你的成本去墊最高 所以你會發現到 每天一堆老師跟你講說 你看今天這個漲停我也有 然後呢創新高的股票全部都是你家的 我就跟他講過啦 那這種操作幾乎是比 不是幾乎啦 是百分百比巴菲特還要強啊 既然你自己都比股神還要強 結果你還來當老師 那麼笑死人了 不是嗎 對啊 你的老師比股神還強 結果還來當老師啊 但是你真的是比股神還強嗎 漲什麼你都有 你都把成本墊到最高點啊 是不是 我這兩天我就跟他 你看我在9月8號 我有跟各位說過啊 9月14號是破線關鍵點嘛 結果你說老師啊 今天大漲啊 我跟他說過啊 就算今天漲沒有破線 你只不過喘口氣 對啊你只是喘口氣而已啊 如果我對的話 那就是市場死一片啊 到目前為止很多個股沒辦法解決 你去看喔 我盡量早快一點好不好 GIS到現在為止啊 你月二月套這些股票到現在為止 解不了套啊 三月份你去買這種股票 三月份就開始跌啦 對不對 四月份你去買這種股票到現在為止 你都沒辦法解套啊 五月份的時候呢 跌的是什麼 生技股啊到現在沒辦法解套啊 對不對 六月份呢 跌這些股票到現在為止 你也是沒辦法解套啊 然後呢等到七月份的時候呢 跌這種股票你也沒辦法解套啊 等到八月份九月份這時間年 AI跌下來之後 你還是沒有辦法解套啊 所以我建議各位啊 這個時間點喔 趁反彈趕快持股 調整一下 因為通膨根本還沒解決啊 那你認為解決你就趕快買 所以呢趕快持股調整一下 那當然因為時間耗比較久 是不是應該去找資金避風港 我這兩天我看一下 好不好 該做多我會做多啦 那我也不會去跟你凹單啊 那今天空單全部回補啊 我們就等 空手再等看嘛 我們再看一下嘛 好不好 所以咧 你認同我們的操作 過好年50% 付你到明年封關 什麼叫50% 待會廣告之後那個數字 你看一下 你認同的你就打電話進來 你認為說 那個數字你不滿意 你就算了 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到明年封關 名額有限 額滿截止 速播專線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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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大頭顧 真心照顧 運大頭顧蕭老師 過好年計畫 3萬5 補到明年封關 3萬5 補到明年封關 名額有限 額滿截止 速播專線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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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大頭顧 真心照顧 爸爸 為什麼到路口要停車啊 因為我們是知道啊 我懂了 對方是幹道 不管執行或轉彎 都擁有優先通行權 沒錯 只要設有停讓標誌 標線或閃光紅燈的就是知道 應讓幹道車先行 要是沒有那些標誌標線或者號字呢 那就進入路口時 少線車道讓多線車道先行 車道數相同 轉彎車讓執行車先行 兩邊都執行 左方車讓右方車就對了 好 歡迎來到現場 今天一早我們就把空單 全部獲利回補 我們現在目前是空手 那我剛剛跟他說過 是不是要做多 我再有一兩天我再看一下 因為這波這次CBI公布之後 那個時間也會拖很長 所以當他拖廠的時候呢 那如果有做多的條件 我跟你講我會找那個低檔的股票 幫你去賺他一段 好不好 那到底要怎麼去做 我們稍微再看整個盤勢的變化 我們再來做決定 那你能夠認同我們的操作方式 過好年計畫50% 服務到明年封關 那什麼叫50% 待會廣告之後那個數字你看一下 你認同的就歡迎打電話進來 不認同的就算了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人生動不動都在競爭 人生動不動都在競爭 會不會有大證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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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大證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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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不動就愛水伴牛 運動特裁肖老師過好年計畫 35%鋪到明年封關 35%鋪到明年封關 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速播專線02 2781 0909 27810909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